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真的是长城呀 嘿嘿 没错 这就是巴达岭长城 它就位于我们的首都北京哦 北京不仅是我们国家的政治 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 还是世界著名的古都 这里曾经是六个朝大的都城呢 它作为首都已经有八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了 古人们在这里修建了好多宫廷建筑呢 宫廷建筑 啊 那一定很漂亮 你快领我去看看吧 嘿嘿 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故宫 以前人们把它叫做紫禁城 是明镜与点栏目 是明镜两代的皇家宫殿 这里曾经住过二十四位皇帝呢 哇 这些金碧辉煌的宫殿真是壮观 这是太和殿 也叫金鸾殿 是皇帝用来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 是整个故宫里面规模最大的建筑了 放眼望去 这里的房子还真是不少呢 那当然了 故宫里大大小小的宫殿 加起来有七十多座 有将近九千间房屋 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墓制结构古建筑之一 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也是全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呢 感觉故宫好大呀 光一整天都逛不完 那不如我再领你去个地方 让你看看故宫的全貌吧 这里叫景山公园 是明清两代的皇家花园 公园中心的景山曾是全北京城的最高点 站在这里 就可以看到整个故宫的样子了 诸葛龙 站在这里看 故宫的左边和右边好像长得一模一样啊 对啊 其实我们现在就站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哦 从元朝在北京建都开始 整座北京城的建筑 几乎都是沿着这条中轴线东西对称建造的呢 也因为这样 还有人把北京叫做对称的古都呢 啊 这条中轴线上有好多漂亮的古代建筑呀 有的地方像花园一样漂亮的 看看好像很喜欢花园哦 那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皇家园林 哇 这片湖好像一面大镜子 把那些花草树木全都照进来了 这里就是颐和园 是清朝乾隆皇帝建造的一座大型山水园林 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皇家园林 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 皇帝出行的时候还会住在这里哦 哇 这些古老的建筑 草家园林里的美景 都让我感觉好亲切呀 当然亲切啦 这里是我们的首都呀 北京也以它开放 包容的姿态 欢迎这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呢 呀 时空机能量不足 我们该回家了 看看 坐稳了 看看 这次的旅程记忆整理好了 你看 嗯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去的北京 北京 北京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这里曾经是六个朝代的都城 在宏伟壮观的故宫里 先后居住过二十四位皇帝呢 这里有七十多座公殿 和将近九千间房屋 而且这些房屋都是对称分布的 站在景山公园的山顶 就可以看到整座故宫的样子 哦 对了 还有皇家园林 一和圆 景色非常漂亮 我真是越来越喜欢北京了 下一天我们要去的是雅典 那里被人叫做众神之城哦 哇 这个名字好酷啊 真是太期待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嘿嘿